来源都市现场 GXTV DSFC综合大和网转载 请助您所有来源 10月28日下午 河南省洛河市区一银行内 发生一起带图结吃人质事件 接到指令后 洛河市公安局侧警支队 第二特殊警务大队大队长王培 立即带领队员赶赴现场处置 据王培讲述 当他们赶到现场时 发现吃到歹徒是名年轻男子 经询问得知 起今年才19岁 被他劫持的是银行的一名女保安 当时歹徒左手吃100元20公分长的尖头剪刀 右手摟着女保安的脖子 就坐在银行角落处的沙发上 王培说 现场情势极为紧张 该男子在说话的时候 时不时会将剪刀划下女保安的脖子 令在场众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言 这孩子实在是太年轻了 才19岁啊 我实在不忍心看着他走上歧途 王培告诉记者 他在现场开始哭口婆心的劝起了歹徒 但对方的回应却很是强硬 歹徒说他什么也不要 只希望我们能找来一位神枪手 当场结束掉他的生命 困住双手双脚替换人质 他心里做好最坏打算 就这样 王培与歹徒在现场对峙了起来 一边是豪言相劝 一边则是一心求死 时间不知不觉 过去了半个多小时 我观察到歹徒的情绪 已经逐渐开始失控 变得一会儿平静一会儿暴躁 如果再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王培对记者回忆道 眼看无法劝大徒放下剪刀 他经过思索后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 由他去替换人质 大徒听到王培的建议后犹豫了一下 在确认王培身上并无武器后 点了点头 但随即他又提出了附加条件 把你的双手背过去绑住 在场众人不敢轻取妄动 只好找来绳子将王培的双手给绑住 但歹徒却又恶狠狠的丢过来一句话 这样棒不行 解开重新绑 由此可以看出歹徒的戒备心击重 我心底也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王培对记者说 在歹徒看着您紧将他的手给绑住后 对方还不放心 又让王培把双脚也给捆住 无奈 王培让人解下了自己的鞋带 随后捆住了自己的双脚 千钧一把扣住歹徒手腕 满脸是血被送到医院 据王培讲述 他提出情绪替换人质 并不是为了逞英雄 而是观察到了歹徒的一个举动 由于歹徒的神经高度紧张 他持刀的左手在长时间举起后 由于外通会短暂放下一会 随后再举起来 王培说 他与歹徒之间有四五米的距离 如果趁歹徒把刀放下是扑上去 很有可能会扑空 所以他只好提出用它替换人质 希望在靠近后能够一击毙中 在确认了王培绑住了双手双脚后 歹徒点了点头 王培随即向歹徒蹦了过去 停在了离歹徒两三不远的地方 民警给我绑绑子的时候留了个心眼 我在蹦过去时 已经把绑着的手给抽出来了 但为了迷惑歹徒 我还是保持着被绑双手的姿势 王培说 就在他准备趁歹徒放下剪刀的短暂时机将其心腐蚀 对方却喊出一句话 稍时让他的心猛跳 你现在转身来让我看看 由于王培已经悄悄挣脱了一只手 如果此时转过去 就彻底露了线 老旧成怒的歹徒很有可能会情绪失控 后果不堪设想 王培当即说道 绳子都是你看着绑的 你还有啥不放心的 一句话把歹徒说的乱了一下神 就在此时 长时间举着刀的歹徒 又把手给放了下来 机不可施 就在一眨眼的功夫 王培伸出双手 死死扣住了败徒的左手 在场民警一拥而上 将这名持刀男子给暗倒在地 人质被成功解救 此时 王培隐喻败徒对质了约一个半小时 10月28日晚 记者从医院了解到 由于在夺刀石场面有些混乱 王培的左眉鼓处被剪刀给划伤了 出血量较大 送到医院时王培马脸是血 甚至还可看到外露的骨头 目前医生已经给他放了针 并做了全面检查 还需住院观察一段时间 同时 记者从洛和警方了解到 该持刀及职人之男子 多年前已辍学打工 疑似精神有问题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我们没关系 后期